只要加上短视频 这就是未来五到十年的超级风口 对如所有的目前只做几百万 一两千万的老板来讲 你们一生中最好的机会出现了 那就是抖音 老板错过短视频 你将会错过整个时代 短视频是给所有普通人 一次最好的赚钱机会 这个机会比微信 那个时候要大十倍 一百倍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传统制造业的老板 觉得好像短视频跟我无关 我还是那句话 短视频跟所有的行业有关 除了两个行业 第一军工 第二毒品 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都可以做短视频 再也不要被你公司的员工忽悠 我是做医疗的 不可以做短视频 我是做保健品的 不可以做短视频 我是做液晶的 不可以做短视频 我现在告诉你 所有的都可以 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保健品 如果保健品都可以做抖音 全中国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做抖音 保健品是最后一道底线 如果保健品可以 没有人敢说不可以 你看一个叫人和保健品旗舰店 在抖音上 所以你看光卖一个益生菌的 一个东西卖59块9的 卖了84.8万分 帮你们卖了个狼黄素的 卖了59块9的 卖了79.9万分 如果保健品都可以做抖音 没有什么东西 不可以做抖音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我的产品不适合 没有不适合 所有的都可以 茶叶茶具 茶杯 医疗器械 所有的都可以做抖音短视频 一个好的直播的账号 一个好的短视频的账号 比一家公司 10个人 30个人 100个人杀伤力多大 比你整个门店的杀伤力多大 10个人杀伤力多大